佛经要常念 越念 越有感悟 耿伏菩萨感应 有无处 越念越明白 不但经历一历明白 能够跟我们现实的环境 大环境是宇宙 小环境是日常起居 生活 你就能够做到 离似相应 这能解决问题 我们将消业障 真能消业障 小灾 难就灭了 难是灾难 今天 称为法宝 古圣先行 尊称他为宝 你就知道 古人对这个事多么尊重 多么恭敬 多么认真地来学习 神仙的奠基 学习最重要的条件 真诚心 恭敬心 更清净心 你没有这样的心态 佛乐跟你讲 也没用处 你也得不到真实利益 真实利益 能得多少 全在自己 英光大死 唱书 一分成金 得一分利益 十分成金 得十分利益 那你要是有 万分成金 你就得圆满的利益 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 底下书 弥陀 无漏功德之所行 这就讲极乐世界 一切形象 你六根所结束到的 是自己清净心 之所行 阿弥陀佛 无漏功德 之所行 古语 古语 无漏之下 漏是烦恼的代名词 染污的代名词 无漏就是清净 无漏没有烦恼 为什么 它是自信的 行得 阿 且 异业了 解释 远民 绝得 一一解释 远远 国海 这两句 说得好啊 一一 没有例外的 整个极乐世界 你六根所接触到的 境界 都是 圆满 光明 绝得 阿 阿 得是得相 得用 阿 有相 有用 不但圆明句的 而且 一一解释 圆圆国海 圆圆 圆圆国海 这四个字 见 邪 密 圆头 密教里都说的 圆圆 四上 圆圆 礼上也 圆圆 圆圆 这是 果得了 不是 因的 果得你能得受用 阿 修因 正果 阿 它 正就是 无上 圆 goodness 果得之 海 也是 阿弥陀佛 果得的 大海 档提即是设想 向而无向 无向而向 故云极妙 这个想 完全是自信 变现出来的 我们这个地球上 这六道 六道人道 我们这个想从来来的 诸位知不知道 金刚经上讲得很清楚 我们肉眼 看到整个宇宙的现象 一和像 那个一是什么 一是微臣 佛经上称得说 极微丝 都是这个极微丝 和在一起造成的 所以叫一和像 它任何一个物体 你把它分析 分到最后 就看到是 极微丝了 那个极微丝 再一分就没有了 物质是最小的 科学家称为 微中子 也叫中微子 分到这里 不能再分 再分就没有了 那统统是它组成的 所有物质现象 全是 极乐世界不是的 极乐世界是发现的 发现 无相 虽无相 能现相 相而无相 无相而相 这里头 没有其心动念 没有分别之处 妙啊 阿 妮 佛 verw 阿 妮 佛 decor 阿 妮 佛 Ave 阿 妮 佛 阿 妮 佛 阿 妮 佛 好